又到了星期五了 週休假期您有安排戶外活動嗎 今天我們的氣象主播雨潔 要帶我們去苗栗的山區吃好料 也要告訴您週休假期的天氣如何 趕快把時間交給雨潔 觀眾朋友早安 又到了華視氣象到你家的時間了 今天雨潔帶著大家一快來到的是 苗栗的大湖的山區 其實在這邊現在天氣是有一點點冷 還有下著一點雨 好適合來吃一些熱熱的食物 不過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 其實是一間休閒農場 在這個地方有許多的休閒農場 而我們所在的這一間 它真的非常的特別 我們可以看到來到這邊用餐 其實可以遠眺整個山林 再加上有一點點霧氣 來到這裡用餐 感覺就好像是置身在仙境一樣 非常非常的清幽 好 那麼當然除了在這邊 有美麗的風景可以看 當然也有一些在地的好味道 一塊來看 我們現在趕快來問一下店家 有什麼樣的推薦菜色 老闆 嗨 你好 你好 可以幫我們推薦一下嗎 好啊 因為我們這邊其實位於在 苗栗山區的江馬園 所以我們在冬季的時候 非常適合這個 薑的特色料理 然後我們也融入了在地的食材 有三更中的食材 然後這個主菜呢 是香江雞 香江雞為我們主菜 好 那再來是這個 再來這個是起飛雲朵 起飛雲朵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客家的 客家 客家湯圓的一個湯頭 那主要都是 我小時候 小時候家境比較困苦啊 然後媽媽就是手中的一些 粉啊 然後去調配的一個 的一個麵團 然後去做的一個麵食 然後其實就在我們後期 做生意了之後 希望把那種過去的味道 把它找回來 然後這邊 現在來到我們餐廳 也可以吃得到這樣子 沒錯 吃東西就是要吃當地 那麼另外快要過年了嗎 大家應該都很想要品嘗這個年菜了 那像是這一道呢 哇 來自南投的豐肉控竹筍 另外呢 還有這兩道是來自於 台東的海鮮羹 還有櫻花沙米糕 是不是都看起來 非常非常的好吃啊 不過呢 如果想要吃得到 但是又沒有時間 到當地去的話 沒有關係 因為呢 剛好有一個活動 可以到現場去訂購喔 好 趕快呢 帶著大家一塊來 看到活動資訊 就在本週的六日 星期六的早上 十點一路到晚上的八點 另外星期天呢 是從早上的十點一路到晚上的六點 地點呢 就在華山文創園區 華山劇場前廣場 大家來到現場呢 就可以訂購自己想要吃的料理 還有記得要來訂購喜歡的年菜喔 好 另外呢 我們趕快來帶大家看到 這幾天的天氣狀況了 因為要處處玩嘛 一定要密切的留意天氣啦 可是呢 未來這幾天天氣變化真的很大 像是今天呢 我們從雷達回播圖上面 可以看到在北台灣地區呢 都有一些對流在發展 所以現在呢 我們在這個苗栗 其實山區也是有在下雨的 那麼從雨區暴圖呢 可以更清楚的來看到了 今天啊 正是南北大不同 北部地區呢 感受起來還是比較涼冷一點點喔 中南部地區天氣狀況 就相對比較穩定了 至於溫度方面呢 今天北部的最高溫 大約是在21度左右 還是覺得相對比較冷一點 中南部地區呢 就比較溫暖一些了 但是日夜溫差大 而東部地區呢 在宜蘭表現起來 還是會覺得比較冷 但是呢 花蓮台東呢 會慢慢的越往南走 越感覺溫暖一些了 至於未來這幾天的天氣 我們先來看到小丁丁的部分啦 今天來說 整體還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啊 所以呢 在北台灣地區呢 是比較濕濕冷冷的天氣 而到了明天 東北季風就會減弱囉 各地都會變得比較穩定一些 可要好好把握時間外出 因為到了星期天呢 天氣又會有點變化了 到時候呢 東北季風又會增強 所以呢 天氣狀況又會變得比較不穩定喔 所以要提醒大家 未來這幾天呢 一定要特別注意天氣的變化囉 那麼以上天氣資訊提供大家做參考